既然陳時中也已經說了 可以隨時公開 就請今天公開 從高端開始公開 他願意嗎 他敢嗎 陳時中 不要再呼蹤 陳時中 不要再呼蹤 我還原一下當時 疫苗調業小組 召開秘密會議的過程 陳時中當時的態度就是 要嘛你就看遮蔽的 要嘛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請問在野黨 有什麼選擇 原本認為 遮蔽的部分 就只有商業面機密 結果陳時中你塗掉了三分之二的內容 這有什麼意義 這就是黑箱 就是你陳時中的哲求部 但還是被我看到了 在保密協議裡面 有例外規定 也就是如果法院 政府機關 監管單位要求 或者是 遵照相關法律 必須公開 你就要公開 我當場也提出了質疑 陳時中便知之烏烏 含混其詞待過 就是不願還原當時未經遮蔽 塗黑的合約 在那場秘密會裡頭 他們提供了一些 我們看到重要的資訊 全部都用馬克筆 塗上黑黑的一層 基本上大部分東西都被塗掉了 那看這個 全部都是塗滿 黑色馬克筆的合約 有什麼意義呢 那是玉蓋彌彰的 調閱 其實 陳時中也說 隨時可以調整密的 可以公開 那就請你今天公開 而且 先從高端開始公開 但他敢嗎 他願意嗎 他最近脾氣很大 應該是因為被踩到痛點 公開透明 就是他的 阿基里事件 所以只要誰提到 他就會跳腳 口不責言 陳時中就是 聯合行政部會 還有加上民進黨黨團 要指手遮貼 把疫苗採購全部當成自己的資源再分配 400多億的預算 就是不願意讓外界清楚知道 你錢怎麼用 用在哪裡 不讓國會監督 未來 他不管當什麼 就是有事無口 會這樣滿幹 跟他講話 你不想要 他要 你不想要